干净又幽静的公园是最瞎的修气处 自从防疫措施为解封后 涌现了外出的人潮 却让公园变了样 花圃以及各角落都塞满了丢弃的便汤盒 饮料罐、酒瓶和垃圾 疫情的关键时刻 各单位都纷纷地投入 期盼防疫来尽一份心力 玉旅救国团团队 秉持着公益服务的精神主动的出奇 伙伴们默契十足地玩起了衣袖 瞬间地让公园恢复得干干净净 干净又幽静的公园是最佳的修气处 自从防疫措施为解封后涌现外出人潮 却也让公园变了样 花圃以及各角落都塞满了丢弃的便当盒 饮料罐、酒瓶等垃圾 刚刚有看到到处都是便当盒、饮料罐、烟蒂、酒瓶 非常非常多 那我想说这个环境真的要靠大家来维护 疫情的关键时刻各单位都纷纷投入 期盼为防疫尽一份心力 玉旧国团秉持着公益服务精神主动出奇 十位的伙伴默契十足玩起 衣袖瞬间让公园恢复得干干净净 那玉旧国团绝对不能置身置外 那这段时间我们也发挥我们自己的公益服务的精神 我们今天号召了几位的伙伴来我们的老人馆的公园 一起来打扫 玉旧国团表示 疫情期间清洁队人员都辛苦的忙于全镇消毒等等的工作 而公共环境清洁维护人人都应该有责任 玉旧国团的志工秉持着不忘初衷 坚持信念的公益服务精神 记者高双双玉旅剑采访报道